以后养狗会有多难 根据节目新闻的报道 近日随着四川崇州两岁女童 被罗威娜犬撕咬事件的持续发酵 各地纷纷掀起了管狗行动 对养犬行为进一步的规范 10月18号合肥城管局明确表示 发现出门遛狗不牵绳的将一律捕捉 对违规养犬采取零容忍态度 郑州市二七区也表示 24小时接受投诉 严查未拴绳狗为日常工作 已经开展多年 苏州市禁止个人饲养 肩高超过61厘米的大型犬 以及德国牧羊犬 秋田犬 杜冰犬 罗威娜犬等等 五类38种略性犬 和具有相关品种血统的杂交犬制 这些禁止饲养的犬制 无法办理犬证 而且羊犬重点管理区域内 个人饲养犬制的每户限养一条 据了解 涉事的犬制 罗威娜犬因为体型较大 性格凶猛 不仅是苏州 还被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杭州 重庆等多个城市明确列为禁养犬 而目前10月19号 成都城管最新回应 是否将罗威娜犬 纳入到禁养名单 正在讨论中 成都一个渡兵犬主称 现在给狗带嘴套牵绳出门 也会被指责 所以只敢凌晨两点出来遛狗 咱们就说 本来是人造的惨剧 承担后果的却是动语 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抵制的是不文明 不规范的养狗 不是抵制所有的养狗行为 但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我们建议大家在养狗前 一定要想好背后 所要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这不仅是对动物的负责 更是对他人和自身的负责 大家觉得呢